词曲 李宗盛 女的季节 微风拂过侧脸好贴切 人潮汹涌你看不见 霓虹的凉起人群中 却找不到你 我却能感应你逃避 在无人的窃取 霓虹的孤单的处理 像我再次遇见的你 霓虹的山区 却抓不住你的距离 有些人其实早忘记 零零碎的记忆 像霓虹灯总会褪去 我们还能否再继续 我有一些话想对你说 雪糕这个闯祸 大家这是我一把的 他多大劲呢 能把这个衣服杆子都移到这儿来 最近火势不错 你又胖了 就是 你刚刚说什么来着 你跟叶凯 我跟叶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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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叶凯打赌欧冠肯定是黄马 你什么时候开始看球了 安姐你刚刚不是要跟我说吗 是 这我猜到了 是不是在温泉酒店的时候 孤男寡女天雷敌了我 老猴子 不好了 有人跳楼了 你看 哪里啊 你 你 你眼神真不好啊 哪里啊 小孩人家大玩具 不是不是 你看人家一动不动的 真是有 人家跳楼了 你 你眼神是怎么了 你看你看 你看 你动不动 人家玩具啊 我动了 动了 真的吗 那还真是的 好 立凯 回来了 你怎么流鼻血啊 最近 上火了 你穿这一身干吗 好久没去动物园了 像个鱼了 倒是你 你怎么这就回来了 你不应该下午才回来吗 连你也要嫌弃我 也嫌弃你 安安姐 我跟你说 我从一开始我就看出来了 郎总对你绝对不简单 是我大意了 不对 安安姐 你为什么要拒绝他呀 他长得那么帅 而且加了七菜湘云 就是从国外回来了 对你还以往情深 要说非要加个期限的话 从八岁那年开始 这么好的一段爱情 摆在你面前 你为什么要错过 那我根本就不可能 我们会在一起 为什么不可能在一起啊 因为我们不合适啊 为什么不合适啊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吧 你对他有感觉吗 你喜不喜欢他 怎么会呢 怎么会呢 老乔这精致的脸庞 深邃的双目 这怎么可能就被拒绝了呢 这不科学 老师 咱们以后 就不叫什么金融街之狼了 咱们叫 金融街 悲剧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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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爱真的需要勇气 来面对流言蜚语 爱真的真的需要勇气的 可是我面对的全是现实的问题 安安姐 而且我还是想好好劝劝你 你再想想吧 错过了 可是要后悔的 再给我点时间吧 让我自己变得更好 老师 我觉得 你还有机会 为什么 你想啊 你安宇 刚刚经历的人生的大起大路 事业刚刚步入正宽 你夸查一下 把这么大颗炸弹扔在人家面前 换谁谁不忙呀 虽然人家一世彷徨也是在所难免 你给点时间让他想想 再说了 你多大岁数 人家多大岁数 你什么身份 人家什么身份 再加上他前几年经历的那些事 换做任何一个女孩 都会想想的 对不对 真的幸会这样吗 如果 这些都不成立的话 那么 真想只有一个 他对你没感觉 他拒绝你的时候 对 具体怎么说的 有一件事情 我必须要问清楚 你刚才说不喜欢我 是 你暂时还没有想清楚对我的感觉 还是 你 确定你对我没有感觉 我不知道算不算确定 但 但就是没有感觉吧 没感觉 我说的也不准 我说的也不准 你怎么跑掉的 快 躲一下 躲一下 怎么样 你怎么跳出去的 我当时看那窗户开着呢 我就纵身一跃 掀视一个强风帆 紧接着三百六十度软体 繁美落地 难度直说开上三点六B 吹牛可是要造那一批 事实求是 你们怎么样 安安姐说 还需要给她一些时间 你那边呢 老少爷这么说 不过我看老少爷那个状态 不过我看老少爷那个状态 再给她时间 她怕是维持不多 我看再这样下去 反正也维持不多 回来 来啦 来啦 对了老夫 你的顶头上司 投资部的董事总经理没来啊 不只是董事总经理 投资部的好多人都没来 老傅 怎么回事 坐坐坐 多坐下 可能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 今天来开会的人少了很多 因为我把他们全都请出公司了 所以祝贺各位 你们全都是我深思熟虑以后 决定留在公司并肩作战的 我呢 这几年一直都在国外 所以我回国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去屋存经 优化管理层 重新凝结最智慧的人才 特别是咱们核心部门 投资部 经过这次大换血 现在投资部 无论从MD到ED 再到SVP 有大量的职位空缺 你们觉得 应该怎么来填补这个空缺 董事长 按照常规的谨慎通道 我们公司现在的人才储备 是完全不够的 所以呢 我建议在这个时候 布局一格降人才 在全公司的范围内进行内照 不限部门 不限职务 不限年资 不限背景 所有人都可以报考投资部 至于考试的方式上呢 我建议 直接考察实战能力 我不是很赞成副总监的看法 异地极以下的职位 或许可以不限部门 职位 年资 但投资部MD 是公司最核心的职位 我认为 应该多方考察后 由董事会来认名 估计一格降人才 副总监的看法很好 我觉得就按你说的办法 至于MD的人选 我会跟董事会 再商订商 参会吧 行了 老夫 选拔什么呀 我许MD的人选 你就行 咱们公司人才济济 得公平竞争 竞争什么呀 你呆工作这么多年 论资历的能力 谁也不知道啊 没听说你跟副总监有过节 没有的事 你当然不会听说了 那你就是 真的不看好他 当投资部的MD 这和你有关系吗 姜总监 和我没关系啊 但这事和你有关系啊 方总 你当着董事长的面 让他下不来台 你不怕得罪他吗 我只做工作 不做人计 姜总监您多虑了 方总 我知道你生活不容易 单亲妈妈 你儿子现在应该还在医院躺着吧 我生活过得容不容易 好像跟我们今天讨论的事情 没有关系吧 我 慢慢来 效果会更明显的 薛大夫 后事长 说说妈妈 我给您带了点吃的 你拿回去吧 不用了 大家都挺辛苦的 留着自己吃吧 自从您来了之后 方方的气色看着好多了 肌肉萎缩也有了改善 可是 您看您又不肯收费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没事 我呢 还有其他病人 那我就先走了 那我送送您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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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大夫人真的太好了 方方老遇上他真的是很幸运 不是 我也不能让薛大夫白帮忙啊 你看这个费用 你呢 就把心放踏实吧 你的心情好了 方方知道 太会高兴了 我先去忙 你是我生命中很重要 很在乎的人 我想知道在你心里 我是不是也一样 你能不能入乎 我的儿子 我的肠前霓虹燈身 在凌晨三点 环子我喜欢你 反复堆叠的旧照片 日夜几成灰 路灯下的焦点 秋思盖面的接近浮现 人潮勇竟却很热烈 细细扬扬勇气走过霓虹灯大街 这窗外面有些情人散亮在道别 相遇的季节 微风风择的好贴借 我刚才的问题你的答案是什么 霓虹的浪气人 眼群中却找不到你 我却能感应你逃避 在无人的结局 你红的孤单的处理 我们还能否再继续 真的那招了 莱莱 阿安姐怎么了 投资部那招了 真的 你快看 我好好看一下 天哪 投资部还真的那招了 可是投资部谁不想去啊 我打赌今年至少三百人以上报名 我们可以吗 怕的吗 怕的吗 谁怕谁啊 现在放弃会不会后悔 那要不要报名 必须报 一起突出重围 杀出一条血路 我叫安宇 进入公司之后 先后就职于业务一部和川河门店 我家进来了 我们俩一样 本次那招考核只有一道题 请在市场上自主做出一个项目进行考察 做出一份投资方案报告 期限只有一个月 吃晚饭了吗 在干嘛呀 早吃了 再和安安姐一起查资料 那 我在楼下等你 不见不散 不行啊 我走不开 安安姐盯着我 妈妈要工作乖乖的 我们楼下是又有流浪猫了吗 好像是 听起来好可怜啊 要不然我去喂一下她吧 我也去 别别别别 写高西要你的 哦 我先去 喂一下她啊 我下游游小包了 我下游游小包了 凯喵喵 喵 早都看见你了 快出来吧 我再也受不了了 我不想谈这种地下恋情 我想要光明正大的 我也不想躲躲藏藏了 我们要谈一场光明正大的爱情 咱俩公开吧 咱俩公开吧 为什么呀 你看安安姐现在和朗总这种关系 要是咱们这个时候公开的话 那不知道还能伤口伤害 说得也是 你说老少现在情场失忆了 我情场得意 说实在 我真怕她受不了这个刺激 我还害怕安安姐难过的时候 不找我聊了 到时候还听说好 老王你怎么这么好呀 你也好呀 挑的围巾我好喜欢 你买了花我也好喜欢 你 真香啊 我可能要得回去了 要不让安安姐该怀疑我 这才多大一会儿啊 宝宝 我还得回去查资料呢 我还没找到合适的项目 还没找到吗 那你去过车库咖啡吗 车库咖啡 是什么 你来这儿就来对了 我有种日感 我们今天一定能在这里 找到一个合适的项目 两位女女啊 两位女女好 我们研发了一款记账APP 正在并测 有兴趣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 记账APP 对 那么有比价功能啊 比价功能 太棒了 谢谢你提醒我们 那怎么下载啊 截止目前 九五后人口 已超越了八零九零后 成为全球人口数量最多的群体 他们渴望表达 乐于分析 勇于创新 我们就想为他们提供一个 真实表达自我的场合 大数据形成用户画像 让每一个孤独的灵魂 都能找到 属于自己的灵魂伴侣 请问 这个APP叫什么名字啊 我们刚好呀 要在现场召开一个表演 您呢 稍等一下 我们马上呀 就要召开了 我看到了一个超级神秘嘉宾 来到现场 让我们欢迎 来自金融界青年才俊 邵慕林邵总 你们不是要做表演吗 开始吧 阳光到达地球的距离 需大约八分十七秒 从过往到现在的相遇 可能只在一个议会 宇宙广袤 如大千世界 星系接近 如同 偶然邂逅 只是光到达的时刻 让我们在循环往复中 达到永恒 太空中最美的 是两颗星相互辉映 地球上最美的 是两个人相互遇见 天空中最美的 是两片云相互追随 人海中最美的 是两颗星相互靠近 让我沉醉地聆听 静静地聆听清风痕运 抹去纯真的想评 你问自己 执着的意义就是你 是你刺破黑暗 分离长出新的羽翼 带我触碰一笔一笔 归不出的具体 望着你 太静静地聆听清风痕运 我们想听一听 您对心灵伴侣有什么看法 好 好 让我沉醉地聆听 有个人 曾经跟我说过一个故事 他说 有一个公主 深信活泼 喜欢冒险 他每次遇到危险的时候 总有一个 身着黑衣 戴着面具的骑士 会从天而降 化险为一 他很好奇骑士的身份 但骑士从未接下过命 他不是骑士的真面目 骑士 我还会从見过他的生活 但早在很久很久以前 骑士就已经把这个公主 当成自己的新颖版了 只在那多过私警 执行我 因为在骑士的每个黑暗时光 心中都要这个公主 陪伴着她 以后的爱情 班宇 你怎么了 怎么出来了 你到底怎么了 我也很想知道我到底怎么了 班宇 你每次不直面我的问题 你知道这让我很难受吗 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一起 你每次不直面我的问题 你能不能回答我 我们之间的阻碍到底是什么 盛林 你了解我吗 了解 你了解我的情况吗 当然了解 你了解多少 全部 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我的全部 我现在有一份工作 我随时都可能回事业 我有一个孩子 可是我连抚养他的权力都没有 我有过一段婚姻 可是内颠覆了我的爱情所有的理解 要把我的自信全部都粉碎了 我是一个爱情背叛过的人 我实在是没有勇气 我实在是没有勇气再次选择相信 我没有勇气再次面对离别 我没有勇气 把自己所有的伤痕都展现在你的面前 然后之后我要独自去承受那种痛彻心扉的孤单 把第三个人牵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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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想就记得 这就是我 这才是我的全部 你了解 在想的 你温柔片刻 你了解 两个人的风波 三个人一心扯 五只人牵扯 我们可要仰仗你了 可别这么说啊 总监还是MD 那都是没影的事 差不多板上钉钉了啊 是啊 紧急召集大家来呢 是要宣布一个事 咱们长话短说 从今天开始 邵茉黎任职投资部总监 同时成为公司的合伙人 兼董事总经理 老傅跟方丽等人呢 全力配合邵茉莫里的工作 老傅 既然大家都在 我就把接下来的工作任务 分配给大家 受灵董之托 我们现在的目标 就是红星电通 前期资料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请各位保密 我知道空江一个邵茉莫里 对你来说确实很难受 但是 也请你站在我的立场上想想 你呢 是个好员工 在和平时期呢 聚拢人心 整顿内务 都是你的长出 但现在 周元可是对我们开战了 在战时 就应该用吃城杀城的将军 用丘吉尔 用周元最怕的邵茉莫里 这个你应该明白 我明白 你放心吧 等账打完了 我不会亏待你的 好 我明白了 谢谢董事长 我会好好配合好邵茉莫里工作的 好 那你就先去忙吧 那你就先去忙吧 好 你什么时候和周元一起带着依依回来 行 奶奶可想他们了 行 这一阵渊哥挺忙的 等他忙完了 就让带上依依我们一起来看你 奶奶 好 我开一下手机 卓越下一个目标是红星电通 我会把所有资料 发到你手机上 你没事吧 没事 工作上的事情 喂 你方便说话吗 好多了 你说 我刚收到红星电通的消息了 是不是卓越也准备收过红星电通啊 你确定要收过红星电通了吗 等你回来再说吧 你 你在幼儿园吗 今天是依依的亲子运动会 那你让我跟依依说两句 我先不跟你说了 他们在等着我呢啊 快挂了 我们心灵伴侣相对于其他网络啊 新优秀增了很多项目 您可以在里面看一看 陈安姐 怎么样 我觉得还挺好的 因为其实现在市面上 那些陌生人社交的应用程式 绝大部分都是荷尔蒙社交 但其实孤独 才是人类社交的终极课题 所以我个人非常看好这个项目 但是我也是第一次做项目 不过我会尽全力的 那我给您介绍一下 新生的项目的 不好意思啊 稍等一下 你 您刚刚说的是真的吗 你 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 你来看看依依吧 如果没有时间就算了 我有 我 我马上赶到 安婉姐怎么了 不好意思啊 我们能不能改天再约 我今天有一点急事 我在耽误您两三分钟的时间 再跟你介绍 来来 这样 你帮我收集所有的资料 我 我现在得马上要走 交给我了 你快去吧 辛苦你了啊 那 各位 我先走一步了 好的 咱们改天再聊 好 拜拜 那咱们接着聊吧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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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开始进行 今天亲子活动的最后一项比赛 三人四腿障碍跑比赛 需要爸爸妈妈一起参加 帮助我们的小宝贝一起完成 妈妈 别了 我们怎么办 你们说好不好呀 我们怎么办 爸爸妈妈一起上 小朋友们 我最棒 爸爸妈妈 妈妈今天可能来不了 这个项目我们不参加 来得好 我今天要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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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要妈妈 你可能妈妈真的来不了 咱们要不参加下一个项目 好吗 我今天要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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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描绘着你的花笔 模糊又清晰的你 风吹过你的成群 你像回出来的诗句 让我沉醉的聆听 静静的聆听清风痕运 抹去纯真的想评 问自己 执着的意义就是你 是你刺破黑暗 分离唱出新的语音 带我触碰一笔一笔 回不出的剧迹 望着你 太执迷 不停息 无意间 翻开抽屉里 珍藏和你的花季 虽然久违的你 不知在哪度过四季 许久未见的友谊 许久未见的友谊 许久以后的爱情 是你刺破黑暗 分离唱出新的语音 带我触碰一笔 带我触碰一笔 回不出的剧迹 望着你 太执迷 不停息 不意间 放开抽屉里 珍藏和你的花季 虽然久违的你 不知在哪度过四季 许久未见的友谊 许久以后的爱情 许久以后 等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